今天是5月8号 A股已经收盘了 今天的A股是全线调整 收盘有4000多家票 是绿盘的 盘面出现了一个震荡走低的行情 那这个数量调整怎么看 板坛是不是结束了 这里的调整机会还是风险 接下来怎么走 还有就是盘面的热点加速轮动 在这种情况下 股民怎么做才能够跟上节奏 才能够吃肉 避免高位接盘 尤其是追高 很容易被核按钮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套助了又该怎么办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当用下的盘面 做个技术解读 在讲之前 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大盘其实问题不大 大家看今天是属于一个微跌的 我们说微跌是什么 跌了一点点对吧 显守了5日均价线 其实从指数上来看 问题都不大 但是有人却说 A股风险在加大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北向资金 外资在卖之外 感觉机构也在卖 也在出 只有我们的散户还在里面冲 是不是预示着这个位置 是顶顶的呢 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我觉得它就是上涨过程中的一个调整 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如果有急跌 缩量往下压 那仍然是机会 反弹还将延续 只不过是短期 经过了一段时间反弹后 有一些获利盘出逃 所导致的调转 这个不必要太过的担心 权重方向的话也是分化严重 尤其是大金融方向 银行还好一点 早盘冲高了 下午被动带下来了 关键是什么呢 证券在压盘 大家看证券今天是直接滴开滴走 连一个反抽都没有 你说这种环境下明显的就是什么 就是在砸盘 所以正因为证券的这种走势 导致整个盘面 今天的一个弱势的震荡 滴开滴走 直接往下压的一个状态 那市场唯一的看点就是合成生物 生物医药这一块 但是这个方向的话 已经连续吵了几天了 你还敢追吗 所以现在大家都比较迷茫了 在这种行情下 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 反弹真的就结束了吗 其实我在刚刚讲 今天杀跌跳水 跟什么有证券有关 还有我们看大群众方向的中途 也是属于一个调整的走势 时间是低开滴走 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什么 明显的杀跌行情 其实它就属于一个缩量调整 所以银行也好 证券也好 包括中层也好 它并没有出现高位放量的出货 老股民都知道是吧 拉到高位以后 高位出现放量的大英镑了 那就是出货就出好了 高位是吧 拉了一定的高度以后 它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放量出货 那这个就有点点有点什么 洗盘的嫌疑 所以朋友们 通过这几个群众板块走势 你会发现指数确实是没上本期 它就是一个洗盘 倒车接人来动作 那关键是什么 板块要对节奏要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重点 今天盘面表现最强的就是生物 合成医药这一块 那我在刚刚视频的跟大家讲过 这个方向连续涨了几天的 还能注意吗 这个上场的原因也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你想去参与的话 你盯着最强最强的 如果你没有盯最强的 你不敢去最强的 那就不用去追了 这个方向随时都有可能 面临着核案流 随时都有可能 面临着出货的表现 今天一涨的话 说不定很多票 明天就直接备案了 直接就被什么被套住了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除了生物医药这一块的话 今天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农业比较不错 对吧 两鸡你看还有这个猪肉都会上涨了 那么这种又能持续吗 我觉得这种也很难持续 这个上涨大概率也是属于一个轮动的补涨 我觉得就是补涨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 你说他会出现大涨 我真的不太好 不太看好 再涨的话上方就有压力了 而且这个上涨的话 要什么要靠什么持续 要靠这个业绩持续增长 要靠行业里面的什么情绪 好转才能够连续的拉升 这里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补涨 大家在操作面 尤其是在追高这块 要注意不要盲目轻易的去追 但他有个特点就是位置比较低 这个是不得不说的一个事 但我觉得他说反准的还维持上涨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谨慎最高 包括下面的猪肉 这些养殖业 这些农业产品都差不多 不要轻易的去顶 那除了这些方案之外 那今天其他板核都不行了 对吧 那有人会说 那这个下跌的套路怎么办 你像房地产 像AR这一块今天跌的比较多 尤其是像房地产这一块 我估计现在有很多人在哭晕的 我记得前两天跟大家讲 讲这个方案的时候 很多人不理解 现在应该都理解了 你看房地产的话 是吧 周末的时候 包括就放假的时候 我是不是重点讲过这个板块 当时有人说 房地产在放假期间利好马天飞 怎么样是不是会大涨了 其实我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怎么样 大概率就是利好加持下的超跌反弹 从高我们要怎么样 考虑减仓考虑撤退 是不是 你看这个是不是掉下来了 如果你在高位冲高的 你减仓了出货了 跑路了 那现在就很舒服 但是你要是在这个位置最高的 那我估计现在是非常之难受的 这就是重点 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注意保好节奏 保好机会就行 好 那除了房地产之外 你其他方向的话 跌了比较多 就是今天的什么医药 就是今天科技类 那么科技类这里出现调整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前期涨了多 现在调整下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包括这个什么手机游戏 云游戏 空间计算 收集缺险等等 这些我觉得它的调整是比较正常的 前期它涨的多 也稍微的调整一下压一下 压下来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更好的上涨 为了更好的一个什么 一个进攻 这个节奏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你要抓住重点 整体来说仅仅是一个全线调整的走势 但是我觉得这个调整 有一种种倒车接人的情况 虽然说今天涨的比较少 但我再次来提醒大家 埃股分化特别厉害 为什么 你看今天只有 有4000多台票是属于绿盘的 是吧 但今天你发现没有 涨停的票大涨的票是比较多的 收盘一看 涨停的票达到60支 涨停的票49支 涨幅在10个点以下的票是一大片的 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一个事 什么事 我们的状态效应确实是好种了 确实是好钱了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 抓住重点抓住标点 你才能够吃肉和汤 你实在不喜欢的 实在不敢的 就找一些前期强识品种 调整到低位的 去做一个补涨 去做一个反抽也行 明显的今天有一个方向 就表现比较好的就是什么黄金 对吧 就是说黄金今天没有指数数 一个什么微跌的 但是你发现没有 今天黄金板块 个股的话却出现了异动 什么意思 你可以看一下黄金概念个股 你就明白了 今天黄金有两个票是涨停的 一个是西部黄金 西部黄金的话 直接就是什么 一个大阳线往上顶 都得往上冲 还有你看前期的人气龙头票来升 这个票在经过了一个A字杀以后 底部出现几天的震荡奇稳 今天借黄金板块 突然就拿起来了 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 我讲什么 我说你实在 实在不知道往哪里去的 找一些前期的人气票 龙头票 回踩到重要支撑位的 做个低点 我做个潜伏 他突然拉起来了 拉出这种大阳线的 我就什么 获利盘 我就出来了 我就可以检查了 是不是这个策略 这个湿度是没问题 所以朋友们 不要急 不要慌 整个市场并没有坏 只要你能够把握住机会 抓住重点 还是能够赚钱的 好 那问题来了 在这种行情下 是吧 在全线调整的状态下 我们股民要不要跑路 在开头我就讲了 指数问题不大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你得抓住焦点 那比如说今天创业板 出现调整 那你发现创业板 他调整的话 是在前面高位 这个压力位 对不对 那么这里的回踩以后怎么样 下面的支撑位 就是比如说60的军阳线附近 那这个60的军阳线附近 就是机会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什么 控制好仓位 等着他回踩到低位的一个新的机会 新的一轮上涨 那 很多情况下 很多情况下 缩量回踩 那就是机会 所以 你不要看今天跌了 你就怕了 我告诉你 随时都有可能 花都返工 随时都有可能 迎来返包 整个市场的走势 仍然是属于一个什么 上升的周期 所以接下来调整 大家 把仓位控制好 抓住重点仍然可以去做跟踪 那重点在哪里 从市场反应来看 这个 医药医疗这一块表现是比较好 包括化学制品这一块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涨了几天了 大概率也差不多会要结束了 所以不要轻的去追了 哎 那反而是前期一些核心品种 比如说汽车啦 科技啊 这些调整到低位的 我觉得倒是可以去做一个跟踪啊 比如说人工智能 经过了 是吧 这两天的一个震荡调整 那么如果说往下压往下跌 那是不是又赢了机会呢 是不是又给了一个上车的机会呢 包括这个新能源车啊 这些方向 是不是都可以去去跟踪呢 整个科技方向啊 光周周最高的就是华为概念 你看华为概念今天也跌了 跌了两个多点 但是你觉得他这个跌 你怕啥 我觉得没什么 没什么担心的 没什么啥的 怕的对不对 他接下来往下压往下跌 跌在下面的基点附近 那不就是给了一个机会 给了一个新的机会上车吗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你要记住这细节就行了 当然啊 风险还是有的 风险主要其中在 我近期强调过很多次的 A4T板块 一定要小心 你看A4T板块 这种连续的下杀 连续下跌 这种你 获将血本乌龟 你像A4T保利 现在价格才两毛多了 这个基本上就没戏了 对吧 A4T赢家也是连续的 20厘米的往下跌 所以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这些 不要轻易的去追 你像这个A4T8 这个票今天还突然放量了 那这个量放了很大 今天进场的是不是 进场一个多亿 可能有些人在拨一个什么 拨一个反出反弹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 今天再放一下量 说不定明天再核按钮 再往下压 那我估计你又什么 又是一个下跌状态 你看像这种 是吧 ST上本别上 直接从这里 一直往下 这里多少 你看没有 1块钱到现在1毛3跌了多少 10 只剩下1分之1了 你说这种票你敢接吗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开这种坑 我相信只要你避开这种坑 问题都不大 准备好子弹 迎接新一轮的反弹的一开始 等待调整到位后的信号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